美国非议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 已经引发了美国各地长达两个星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弗洛伊德的弟弟菲洛尼斯星期三 出席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时 为哥哥枉死打抱不平 当场质问议员难道黑人的命只值20美元吗 而在案发地点明尼阿波利斯 随着市政府通过了解散警队 警长向民众信心喊话 强调这里将警队打造成符合民众目标的人民保姆 美国国会星期三第一次就弗洛伊德事件举行听证会 弗洛伊德的弟弟菲洛尼斯出席听证会时 再次批评警方残酷的执法行为 质问在场议员难道黑人的性命就只值得20美元吗 他希望国会做出改变立法解决问题 让执法人员尊重他人 以及在必要情况下采用致命武力 别再让悲剧再次发生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上个月底借货投报怀疑弗洛伊德用一张二十美元尾钞在便利店里 购买香烟 到场拘捕后引发悲剧 菲洛尼斯也在听证会上落泪 希望哥哥能得到正义 而在案发地点明尼阿波利斯 随着市政府日前通过解散警队 警长也向民众信心喊话 誓言打造一个符合民众预期的警队 此外近来和总统特朗普杠上的华盛顿特区 菲毅女市长也表明会签署紧急法案通过警队改革 有关法案将允许民众获得警方的执法画面 限制警员使用致命武力 同时禁止重新聘请有前科的警员等等